你如果還不再次的約談高宏安來查證這些對質這些問題的話 那我們認為說現在在臺灣流行的是選舉過關 他就不必被關 這種話不能再傳下去了 所以我說檢調你現在該認真的面對這個事情 尤其現在他又有高檢署的檢察官當他的副市長 對你們來講是個很嚴厲的考驗 不要因為這樣子說你們就不敢動了 那市民說那以後這些政客厲害了 這些政客只要找這種檢調單位去做他的副手的話 什麼都可以保證沒事了 所以我說這個誤會不能繼續下去了 該怎麼辦 證據到哪裡 你就應該辦到哪裡 現在高宏安的那些助理還有些沒有約談的 你們繼續在約談 我們知道因為還沒有全部充足 但是現在已經搜索到的證據 很多包括李宗廷可能都沒有站在高宏安那一邊 他的政治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一直在擋著說你檢調到底要不要繼續下去 我剛剛在聽如果大家還要期待高宏安 像郭台銘這樣說把自己當周處一樣除傷害 我也是先除掉我自己 那個期待不要這樣期待 他到現在為止的表現 從他的事情發生爆發出來到現在為止 他有讓人要期待說他要改嗎 他全盤否認的 對啊 現在檢調也是頭盤的摸的燒冷 當時我們還在講他 我記得是以北辰家經講 唯一條路認罪你就可以去當市長 結果他連罪都不認一樣當市長 不然你要怎樣 現在我就覺得北檢你們這些辦案的檢察官跟調查局人員 你們真的北極主你們真的要好好看看 他現在要給全民看到我當選市長了 不然你要怎樣 他不必認罪 他連這個對職他都不必跟你對職 那我們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幾天大家轟轟烈烈在看全台灣的這些 議長在選舉的話 我們一直忍著就是因為偵查不公開啊 還在調查中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啊 那如果這個案子你不繼續後續動作 你就這樣要結案的話 不管是起訴不起訴 將來還有得被人家質疑的 所以我是奉勸檢調 這個動作你要加緊了 沒有什麼理由讓你們擱淺在那裡 再來關心中國的疫情海嘯 那現在確診數還有死亡數都是天文數字 那最諷刺的就是他們的中央衛健委 昨天才宣布不再公布數字了 那最後那天公布的數字是大概2900多例 結果浙江省在昨天就說 他們每天增加100萬例的確診 那也預計在元旦前後會達到疫情的高峰 一天會增加陽性將近要達到200萬例 來先講明語 那看起來中國的疫情是非常的嚴重 那那個疫情的那個數字呢 魏健委不再公布了 那反而是現在各省陸續的公布 自己的確診數字了 這就是蓋牌啦 不過坦白講就是說 就算魏健委公布這個數字 大家也會覺得說 這根本不可能 比如說他之前公布什麼一天 2700萬人 幾千個例 對啦大家也是都不相信啦 所以他等於說 那與其我公布你也不相信 那乾脆就直接蓋牌 那蓋牌現在大家有話要說 因為事實上不是你蓋牌 然後外界就不知道 很多的這個駐外記者 像是北京 金融時報的一個北京記者 他就親眼目擊 他親眼目擊就是說 北京一些知名的醫院 急診室都人滿為患 而且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那個急診室人滿為患 然後你又沒有病床給人家 那變成 這個急診室的人 都要帶那種氧氣 可是氧氣呢 你又沒有插頭 沒有插頭狀況之下 變成你要攜帶型的氧氣 所以就整個亂象 都非常的誇張 那甚至就是說 你染病的人都不能捐血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O型血 也非常急缺 那我講到更誇張的一些例子 就是說 你現在大家都已經很辛苦了 結果你看最近的 最近我是說 這個社會亂象會說話 不是說你蓋牌 就會沒事 好像歌舞生平 就整個沒有疫情 這個是發生在這個山西 山西太原市 你雖然疫情 但是還是有人要結婚 有人要辦喜事 這是一對新人 他在19號的時候結婚 那他這個席開數十桌 你看洋洋灑灑 這個餐廳這麼多桌 都上菜了 都上菜了 菜都在餐桌上了 對12點18分準時開席 然後那個司儀 還在台上賣力 我們祝新人拜年好喝 怎麼樣的 台下都沒人 人呢 人在哪 不敢來啊 都不敢來啊 那這個 而且很多這個網友 就是說看到這個照片 就覺得為這個新人 感到很心酸 不過他說現在 你去吃這個喜酒 他說他分享自己的經驗 去吃洗酒的時候 回來一個一個一個都確診了 所以大家認為說 現在這個 你這個新人 他們也是有點批評 這新人 你現在是不顧安全 現在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慘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不敢去 然後說最好的做法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可以一個人吃一桌 這都不可能 就是說你乾脆一個人吃一桌啦 甚至還有人說 就算我染疫 他也不敢去 因為發現了這個二次確診 也太難受了 這是第一個亂象 第二個亂象更誇張 這個發生在 浙江台州市的一個醫院 而且他是中國頂級醫院的前500大 他發生什麼事 他掛了一個大看板 這個電子看板 上面寫洗爆 洗爆什麼呢 12月21號 我醫院的門診 急診服務人數突破200萬 賀喜 這有什麼好賀的 這要賀什麼 你不覺得這個領導人 他的智商跟情商都有問題嗎 你的急診人數破200萬 洗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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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這個整個是被罵翻了 那網友就說 對 喜從何來 哪一個豬頭響的啦 那你現在這是喪事喜辦嗎 那甚至有人說 天啊你拿這個生命當生意來做 這是什麼人啊 更多網友說 這個醫院這丟死人了 我剛剛講的 這是前500大的醫院 所以這件事情 馬上就把它撤下來了 你就可以反映到說 現在已經疫情這麼嚴重了 結果你還做這種很低情商的事情 這被罵爆 最後一個分享就是說 現在不是很多人都確診 買不到藥嗎 那所以現在什麼事情發生最多 就是如果說你是要快遞 現在不是還有 我的朋友是在那個郵局上班 他說現在真的很多人就開始寄 寄這個藥給中國 就你現在就算你寄得出去 你買得到要寄得出去 但是你要對方也收不到 為什麼 他的那個快遞拿到之後都被剪開 剪破一個洞 一個洞 所以他發現我的那個藥 我明明就寄了 可能我寄好幾盒去 結果為什麼我的藥 那個都被剪開 最後只剩下一盒 被他攔截啊 對被攔截 他那個快遞都被剪開啊 那甚至說寄快篩去 你可能寄了20隻 到後來對方只拿到兩隻 而且你用黑色垃圾帶裝著 也沒用 同樣把你剪破 就當然上有震撕 下有對撕 就他們現在寄藥用什麼方式 那個寄藥就要塞在衣服裡面 塞在衣服裡面把它縫起來 然後你就變說寄衣服去 然後可能比較不會被那個 連衣服都剪破 甚至還有人想出異想天開方法 我把那個藥剪成一小顆 一小顆一小顆 我放在茶袋裡面 變成茶包寄出去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寄藥是上有對撤 下有對撤 是 其實說現在的 中國不僅醫療系統崩潰 那種什麼缺藥情形 那都還是這個 算是小case 因為現在連殯葬系統都崩潰 來 正好 這個現在就是說 他們的什麼各地 包括北中南 或者說東北等等 其實各地的那些什麼火葬場 通通都已經不收了 因為已經這場施滿為患了 我覺得中國 如果冰藏系統崩潰 這是一定會發生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可以 在中國到底 這場災難會造成多少人死亡 其實數據是算出來的 你看中國12億人口 你如果算7成人確診 就是8.4億人要確診 8.4億人確診 我不要算多 1千分之一的死亡率 就是84萬人要死亡 84萬人 因為這個疫情死亡 是什麼概念 文化大革命10年 中國的官方數字 也死200萬人而已 所以文化大革命 一年大概是20萬人 是非自然死亡 可是這一次 會在極短的時間 那也不是一年 我們對疫情都了解 它是指數成長 1千人確診 馬上就變5千人 5萬人 10萬人 100萬人 200萬人 2千萬人 這個疫情 我們看所有包含 台灣自己的數據都是 前面是平的 後面一下就拉上去 所以中國我們 禮拜五看到數據 是2億多人確診 2.5億 2.5億人確診 所以在未來的10天以內 一定會到達高峰吧 到達高峰 就是7 8億的人確診 這很合理啊 這不是 而且我的計算方式 還是以什麼為前提 一 它打的疫苗 是像台灣一樣 有效疫苗 不管是BNT 不管是莫德納 不管是高端 不管是有效疫苗 才會有7到8成的確診 但問題是 未必有效 對 他們疫苗有效嗎 第二件事情 死亡率千分之一是 在台灣醫療 沒有崩潰前提之下 發生的狀態 可是中國的醫療 是極度失衡 北京北上廣 生是一回事 貴州 雲南 西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的病床數 平均下來是 遠遠落後OEDC國家的 請問怎麼處理 所以如果 我現在都用先進國家 施打先進疫苗 然後在有合理的治療 的條件之下 有序開放的前提之下 都要有80幾萬人 不幸往生 在中國狀況一定更慘嘛 那那麼慘的狀況之下 病醫館 公不應求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狀況 第一個 他們很多地方 已經沒有上門 收實體的服務 什麼意思 正常來說 比如你家裡有人往生 病醫館會派車子來 對不對 你車 然後在棺材裡面 都把你弄好 拍誰現在沒有 你想辦法自己 帶到病醫館 帶到病醫館裡面 有價位 它有一天50塊的 一百塊的 兩千塊 全部都沒有 一天一萬塊的還有 最貴的 然後呢 你翻進去 然後你的葬禮 沒有辦法辦 你有到一條龍的 兩萬塊 所以現在整個 中國是很糟糕的 所以兵醫館裡面 原本正常來說 他們因為中國的 兵醫館是有分的 是那種 比如說家境比較平寒 它會集合式的兵櫃 它沒錢嘛 五十塊的 一百塊的 一千塊 兩千塊 全部都滿 然後呢 就有中國人 發這叫什麼 國難財 不然你給我一萬塊 我幫你喬 黃牛票 黃牛票啊 這中國人 什麼錢都賺的 好 你有了兵會 要辦葬禮 忙不過來 一樣 拿錢 我幫你喬 所以中國現在 這個狀況 其實我坦白講 是非常非常的嚴峻 對於習近平來說 現在沒辦法下台階 北京 人山人海 連老幹部都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這疫情 我認為很嚴重 是 來實際怎麼看 這樣一個最新發展 當然有人就說了 習近平呢 才順利的第三度連任嘛 所以面對他現在 國內失控的疫情 還有遍布各地的 白紙運動 嗆瞎 這個要下台 被形容在自己人民面前 丟了大臉 所以這個外媒就說 習近平是摔得 鼻青臉腫 我覺得對於習近平來說 的確是難堪啦 就是說他才這個 風光的 哇打破任期 然後第三任 結果白紙革命 白紙革命果然逼的 他只好往後退 就是那個壓力來了 怎麼辦 他無法處理 無法解決 無能 無能為力 所以他只好往後退 好啦 那可是你往後退之後 你其實沒有做好相關配套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 大家看到的這種亂象 然後你造成的這樣子 大家瘋狂染疫 然後甚至火葬場 然後這個排隊 然後甚至因為 冰櫃不夠用 然後呢 中國還傳出來說 就買那個冷凍櫃啦 就是平常冰那個豬肉啊 什麼那種冷凍櫃 來暫時擋著用 國際上面 大家也都看到了 這樣子的狀況 就說 德國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來送你BNT啦 免費的啦 就送給你疫苗 你趕快打啦 你不能這樣子面對自己 對待自己的人民啊 美國就說 那我送你莫德納 你趕快打吧 因為我們還是有美國人在那個地方啊 那搞成這個內部大亂 他竟然拒絕 對 拒絕疫苗 他拒絕 他說 啊不然這樣好了 我就幫你們 德國的話 那我就打德國人 美國的話 我就打美國人 也就是說對於中國人民來說 他們是多麼的被人瞧不起 多麼的被人踐踏 他們的領導人完全對他們不屑 他們只顧著民族尊嚴 沒有顧著中國人民 對 因為他這樣子會打臉習近平 所以我都不要你們 我要證明我自己這個中國 而且要注意歐美國家 為什麼要捐疫苗給中國 因為其實也怕中國人民 現在傳到全世界 可能造成全球二次流行啊 對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 而且因為他們流行的這個病毒 基因定序的這個排列 很可能會跟現在其他國家 已經得過的這些病毒 然後產生交互作用 產生新的更毒的變種 所以大家都在擔心這件事嘛 但是習近平為了他自己的這個 為了民族尊嚴 為了民族的尊嚴 所以他沒有在管這件事 慘的其實都還是人民啦 可憐的都是人民 所以他們沒有人救他們 他們怎麼辦 他們只好自己去救自己 所以他們到處搶藥 剛剛小玉講的就各式各樣的方式 都想方設法的在弄自己的藥啦 等等的 這些其實都是悲劇啦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習近平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透過這樣子一次又一次的 這種失能的做法 然後草菅人命 甚至謀財害命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使得自己的利基越來越不穩 我覺得這些絕對是累積的 因為不會一次的白子革命 哇百分之百大成功 這些都是一次又一次累加上去的 所以習近平 如果你仍然是為了自己的面子的問題 為了自己的尊嚴不容挑戰 我覺得到最後其實危害的是他的權力 是的確現在習近平被叫做什麼 隨央帝是吧 意思就是說隨意讓人民都染疫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帝王 宇翔君我們看到又現在國外也在擔心 所以才要捐疫苗給中國 那也可以了解到為什麼會中國疫情這麼嚴重 顯然他們的科興國藥疫苗不管用 所以歐美希望捐疫苗給他 也擔心就是說這些的這些病毒株 可能已經變種到不知道什麼程度 然後又再回傳到全世界造成全球的二次流行 當然習近平也好中國也好 他不可能接受全世界捐給他的疫苗 大家回想一下 當時日本美國捐疫苗給台灣的時候 他們怎麼說 他們怎麼說 說得多難聽啊 所以他不可能接受 他對他而言 人民的生命不是第一 是他的政權穩固才是第一 所以大家想想看 這段時間 整個狀況 我們有多麼失控 大家說 COVID-19最怕是地籌 然後人俠 很擠很擠 那中國說 嘿嘿沒差 我全世界我地這麼大 我全國排名 全世界排名 我是人擁擠第60的國家 聽起來很棒對不對 那不對 那是把大沙漠 把蒙古 把那種大 那個沒有人住的地方 全部都算進去了 你知道全世界你要用 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前六名都在中國 第一名是哪個國家 重慶 上海 北京 成都 廣州 大城 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 六個城市 都在中國 光是一個 重慶你知道多少人 嚇死人 三千多萬人 嚇死了 比台灣人還要多 所以你要看一看 當一個人口 這麼稠密的城市 它發生了疫情傳播的時候 第一個 人口稠密傳播得快 人口稠密 你醫療設施爆炸的就快 一下就癱瘓了 因為人太多了 你想想看 把三千多萬人 全部擠到台北跟桃園 那台北桃園不完蛋了 所以這就是地匣人愁 他們有六個大都市 會首先招殃 那這時候又沒打預防針 我們的解封 不是隨便解封 不是今天我們人民上街頭 到總統府抗議 說拿個白紙 說我們要解封 然後總統府受不了 就解封 我們的解封是經過了防疫的科學驗證 要配合那個人民接種率 疫苗的接種率 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到達了一個程度 我們還要看每天確診的人數 逐步降溫 然後還有重症的 我們所有輕症的比例 完成了科學數據 我們才會解封 不止我們 美國 日本 所有科學先進的國家 醫學先進的國家 都是如此 可是中國是怎麼解封 前一天還是要 要全部關起來的 對 前一天封控 隔天就大解封 完全不管了 對 前一天還弄鐵栏杆 前一天還封控 對 然後幾張白紙出來 吵翻天了 第二天就解封 對 他的解封 不是科學解封 不是醫學解封 叫政治解封 當政治解封 決定要這樣做的時候 他的醫學沒有到水準 他的防疫沒有到水準 他的疫苗注射 沒有到水準 打的都是國產的 效能很低的疫苗 這時候不是戳破他的謊言 這是人民的生命 在滴血 你馬上一船十 十船百 一天才兩千多人 我說插一個字就正確 是兩千九百多萬人 他寫兩千九百多人確診 所以現在乾脆就蓋牌 因為說不清楚 連他自己人都不相信 連胡錫進都不相信 對 乾脆不公布了 不能 乾脆我就不公布了 你們自己拆 對不對 反正我假如不做PCR 不做篩檢 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確診 不知道有多少人確診 你們就看得辦 可是人民生病 我要吃藥 中國沒有像台灣 有這麼好的健保制度 他要去買藥 怎麼辦 到藥房去買成藥 成藥都買不到了 連自非洲豬瘟的 都被買光了 他們現在重症的情況很嚴重了 所以才會說死亡數很高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現在說要開放小三通 然後就說沒有台商跟台生 國民黨跳腳 愧對台商 難道不用考慮金門 跟馬祖的防疫能量嗎 其實金門馬祖對於這個事情 如果以健康考量 不見得都同意 我很多金門馬祖的朋友 他並不是同意這樣講 他說要恢復小三通科 因為絕大多數的金門馬祖的朋友 他是賺不到小三通財 他也沒有那麼政治化 他只是覺得 我的家人是不是可以從中國回來 可是回來一個問題 台灣人到中國去 如果你打的疫苗不夠完整 你不是打三劑完整的疫苗的注射 你是在中國打的科興 那難道那個疫苗 那個病毒傳染人會選 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他全部都會傳染啊 所以我說我們人回來 還是要按規定 該隔離該檢疫要做 可是金門有這麼多的 檢疫的手續嗎 你有這麼多的 這個負壓隔離病房嗎 這都是問題 所以真的要考慮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 我們跟金門馬祖 把這個小三通把它斷掉 斷掉的原因是政治 那這個政府該打屁股 那今天如果斷掉是防疫 我覺得那是以人民的 這個生命為念啊 那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我說如果真的要開 如果真的要做 現在幸好 他只是讓台商回來 可是台商回來 你要做好人數的統計 你要做好隔離的準備 最主要 醫療效能要預備好 因為如果 比照對岸那個方式 變成大爆發 我看到金門的朋友 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災難 我們防疫防了這麼久 如果從中國這邊過來的病毒 這些COVID-19 它是經過幾次進化版 說中國就有17種病毒 那如果這個是我們的預防 作為是沒有辦法預防的呢 那你說我們不能 不管金門的朋友 台灣的醫療量 一定要前推 一定要協助 因為中國不會來救你 他們自己都救不了了 所以說這些的配套措施 必須要做好 還有人說那乾脆就恢復三通 不行 如果你小三通 都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全面通 那不是讓病毒 坐飛機就過來 現在中國的病毒 因為不知道變種到 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對於我們的 國內的防疫 非常的重要 郭董哥 在這個嚴峻的時刻 共軍居然在昨天 還要發布對台軍演 說還可以看到 台灣的什麼中央山脈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他們都自顧不暇 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還要對台灣威脅 沒有錯 美國紐約的 法學院的孔傑隆博士 他在今天接受訪問的講 要注意習近平 因為現在中國人民對習近平已經失去信心了 失去信任 習近平會不會在這混亂期間 然後升起攻台的這種決定出來 要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經驗一定還是在這裡繞 因為他們解放軍 這些解放軍的準備 他們不知道說現在最高的一尊 他們叫他一尊的動態是怎麼樣 現在中國的疫情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過 他現在嚴重到荒艙醫院已經停止蓋了 因為沒有意義了嘛 上個禮拜二十號的時候 他講說一天三千七百萬確診 對 那我們現在質疑啊 他已經停止核酸了 停止核酸檢測了 那你怎麼去算出三千七百萬 每家醫院都是塞滿爆滿 那你怎麼去統計 確診的有三千七百萬 聽說山東青島一天五十萬 那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所以他不得也不蓋牌 現在他們說我們不公布數字了 而且劃出新的規定 把感染新冠疫苗死亡 是除了會跟呼吸器道以外 其他的如果不是這樣原因 就不算是新冠會感染確診死亡的 因為你有基礎病嘛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臟病 那個都不算 所以他公布的這種死亡數字 跟我們所了解的 那個差距落差太大了嘛 他公布出來說每天七個人死亡 哇 單單那個殯儀館的屍體 車子都排在排成這樣 你怎麼是七個人死亡了 所以從這件事看出來 他這個問題嚴重到 習近平自己都沒辦法處理 而且他的政治混亂到什麼地步啊 中江 謠言不斷 說現在是故意有人放毒 要逼習近平下台 北京現在是這樣講的 在這個關鍵時刻 不管是共機來繼續騷擾台灣 還是國民黨你們主張的小三通 拜託請以台灣人民為念好不好 在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國門不嚴密管制的話 哇 單單說一天三千七百萬 比台灣人口還多 然後你給他進來的話 我們怎麼辦 不要說搶藥瓶 我們現有的醫療設備也不夠應付嘛 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候 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了 這是人命的問題 民進黨執政 守住在這裡 關卡守住 但是如果國民黨一直在這裡騷亂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漏洞 會不會有什麼開後門 讓某些人進來 當年三年前發生了中國的小民事件 如果國民黨繼續要再翻展一次的話 台灣人民你能接受嗎 昨天除了縣市長還有議員宣誓就任之外 同時也進行市議會的議長 政府議長的選舉 我們看到藍營涉黑的政府議長 全部都連任 特別的是綠營攻下了基隆 台南還有高雄 藍明玉 這個情況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我先講 對於綠營來講 確實是打了一個強心針 尤其在九合一選舉 綠營失利之後 這個議長選戰 大家都在看 那尤其是基隆跟高雄的部分 因為基隆正式創下72年以來 有史以來 這個地方議會政治以來 民進黨第一次拿下議長 而且這是非常的漂亮 我必須講 基隆是31席 31席當中 國民黨佔了13席 國民黨民進黨是12席 民進黨還比國民黨少 那這一次當然童子偉 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新科議長 他當選 除了是有親民黨的力柱之外 當然還有這個國民黨 他的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張芳麗跑票 那結果我瞭解就是說 這一席是林佑昌 他大概覺得是有機會 分析一下這個情勢是有機會 所以呢 他就透過民進黨更高層 去跟這個新民黨的宋楚瑜 直接致電 所以宋楚瑜在這個達成了 這個綠局合作之後 就完成了這一席 那比較有趣的是說啦 其實民進黨在估算的時候 其實真的 關鍵的一席就是在這個張芳麗 張芳麗對 那張芳麗他當然後來有講了啊 就是說因為童子偉的這個什麼 阿公對他有恩啊 什麼之類的 真的是要報恩啊 他就是來報恩的啦 這我待會再來解釋 為什麼最近這個 這次議長選舉報恩說特別的多 那再講到高雄 高雄也非常精彩 為什麼 因為高雄是也是國民黨的議員 佔多數 國民黨29席 民進黨27席 那沒想到後來呢 這個曾俊傑啊 國民黨曾俊傑 竟然是正前倒戈 就前一天就先不退黨 那我後來就是跑去跟這個民進黨的康裕成來搭配 這個也是令人覺得這個 對啊 選上了退黨哦 還蠻講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複雜啦 這牽涉到國民黨 其實我認為是國民黨自己的內鬥比較多 因為國民黨的本來就有分成縣區跟市區啦 那這個縣區的部分的話是屬於陸俗媒體系 市區的部分是曾麗燕體系 那曾威傑他是挺曾麗燕 那可是坦白講啦 就是說在國民黨後來這個許崑元議長過世之後 他們整個KK連線就瓦解之後 其實國民黨也陷入了縣區跟市區的一個大亂鬥 那這一次呢 雖然是說陸俗媒站上風 可是我覺得唯一的關鍵是 我覺得曾威傑講的對 就是國民黨在這一盤的議長選舉 他從來沒有看過任何會 這個你去問他們當地的什麼黃紹婷 他們都說都沒有開過會 所以國民黨從頭到尾沒開過會議協調 你也沒有告訴大家怎麼做 所以你就只是說最後發現說 就讓各縣市自己去玩就對了 對他發現後來情勢不對了 然後就趕快推出就是黃建廷下去協調 問你黃建廷你跟當地的議員根本就不熟 你完全都不了解 所以你要怎麼去協調 人家也沒聽你的 所以那個曾俊傑後來他就自己乾脆去退黨 自己去玩自己的 好那我最後要講是說 為什麼這一次的議長選戰 我們已經修改了這個規定 就是說你是可以量票的 可以量票 你即便量票 而且黨紀處分 不是只有民進黨黨紀處分 國民黨也寄出了黨紀處分 就說你誰跑票我就黨紀處分 為什麼大家都 跑票那麼多 大家都不怕 大家都不怕 有那個什麼含淚的 有報恩的 有跟大家鞠躬道歉的 就是我就是即便我寧可被開除 我也要跑票 為什麼 就是大家看準的同舟計劃 其實朱立倫同舟計劃是這一次最大的亂言 因為同舟計劃按照國民黨來講 如果你是被開除的話 你原本的這個計劃是開除的話 你六年才能回來 你撤銷黨紀是四年可以回來 朱立倫開了一個同舟計劃大門 現在全部減半 現在變成六年的三年就可以回來 撤銷黨紀的四年 兩年就可以回來 大開後門 大開後門 我現在我隨便我先退黨 下次我要選的時候 我在同舟計劃 再回來就好了 諾亞方州好大的州 我再回來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算準了 沒關係 你開除我 我就報恩 我就開除 那反正未來同舟計劃之後 我減半了 我要選 我就再回來 所以這個是朱立倫自己種下的因 讓這些藍一種 反正有力我時間再回來 所以呢 有人就評論嘛 現在你們國民黨議員跑票的情況 還有林鄭倒戈的情形 恐怕會影響2024嗎 要去跟對抗這個中央 不受中央號令約束多的是 所以你要說什麼 黨紀對他們約束 沒差 多的是一堆國民黨的議員 他有國民黨黨籍 但是卻用五黨籍選 他不敢用國民黨 就不甩黨中央就對了 我看嘛用國民黨 但是選上了之後 他又跑來國民黨 然後又配合國民黨 像包括曾俊傑在內 還有好幾個各個縣市的議員 其實跟國民黨 選上了又把國民黨拋棄了 就是跟國民黨漸行漸遠 早有機可循 就是說你在選前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不是等到了選完了之後 他跑掉了 其實曾俊傑的狀況 那等於是利用國民黨這塊招牌就對了 其實曾俊傑的狀況 其實他們兩天前三天前 就大家都知道 還有包括選舉的 那個最後的這個期間 但這都是事後諸葛說 你怎麼事前沒發現啊 然後什麼即日退出國民黨啊 然後張俊 這個選上也退出國民黨 大家都有機可循啊 那你說國民黨 國民黨後來 這個對於這個曾俊傑 好像也立刻開除黨籍 的確是像 邱明毅所講的開除 但是我不知道開除之後 還會不會有同桌計劃 Part 2 Part 3啦 當這些這個曾經是國民黨籍的 那因為他們政治的現實 跟地方的利益 他可能要跟這個民進黨結合 或者是整個選上了 他直接不爽國民黨 我就要跟你算 來算恩仇帳就對 我就退出 然後甚至像張俊傑 就直接講說 除非朱立倫 這個不當國民黨主席 我再回來 如果他當我就永遠不回來 什麼什麼 諸如此類的 就會變成你會成為派系跟中央 還有情緒性的這個對抗 那我剛剛說地方不是諸侯嗎 那中央就是諸頭 那諸侯 諸侯對上諸頭 這個是半斤八糧 實在是沒辦法 來 蔻姐 所以這對我來講 這也是對綠營來講 也是一個機會嗎 這個地方 藍營地方的矛盾 其實藍營的那個 長期的派系 黑金 綁裝 在地方選舉當中 除了2014年那一次 有一個柯文哲效應 再加上太陽花學運 使得這個地方選舉 國民黨大敗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國民黨都是贏的 因為有個一條龍的 不管是會選的產業鏈 或者是選舉綁紅利的產業鏈 可是這一次你要打開了 就是台灣的地方政治 民主化 真正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小小的開始 國民黨人故意要降低這一次 高雄 台南跟基隆 這三位中生代 黃偉哲和陳吉麥跟林又昌 他們展現出來的團結的領導力跟企圖心 在中央在台北 有林毅華在那裡賴皮 有朱立倫在算計 惹得大台北地區最天龍區的 大安區的居民們這件事情的不滿 對國民黨這個世襲制的 看待自己的立法委員的 在那個地區的候選人的接棒 然後外溢效應出來之後 所展現出來的是這一次的自信啊 你看那個基隆 那更有意思了 那個是每一票每一票 傳到最後 剛才明義說的什麼 主席跟宋主席都講好了 但是最後他還跑了一票 這個清明黨那一票 兩票還跑了一票 但是宋主席很有意思啊 那謝國良不是你子弟兵嗎 你在選前的時候 不是還幫他忙讓他當選了嗎 現在議會的議長跟副議長 是在反對黨手上 不管這個國民黨的數字 雖然這個也很接近 可是對於你的将來 謝國良的什麼勾勾囉 要不要送人啊等等 這些都會是牽制 而佟子偉如果變成一個 政治明星的話 那當然對他們新生代的成長 是有幫助的啊 我覺得在高雄那陳其邁 的精煉出來的政治技巧 跟政治智慧已經沒話說了 那管碧玲說了 你曾俊傑為什麼會倒戈 是因為曾俊傑當時 他的選民要求要 選民服務的時候 是陳其邁把他仲介給管碧玲的耶 是管碧玲就是國民黨的議員的服務 由管碧玲來做啊 所以民進黨的這個選民們 告訴這些傢伙 你如果是不好好的頭 我就這個下次把你罷免 讓你在政壇沒有立足之地 果然有用啊 所以當然是民進黨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強心爭了 所以這一點呢 對於吳怡農的選舉 我覺得應該是有幫助的 要有高度的 對 同時也可以反映出來 來時機 因為我們看到這次的藍營 這個政副議長那些有黑底的 通通連任 那國民黨的所謂的排黑 完全是喊假的啊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啦 因為當你國民黨 哇 調子拉得很高 這個黑人精的 哇 這個我們沒有要提名 我們沒有要支持 然後你王宏威又開始狂打 哇 黑道小弟啊 等等 等等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啊 那如果你的調子 拉得這麼高的話 那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做到 結果看起來並沒有啊 國民黨還是支持這些人啊 還是票投了這些人 讓他們得以當議長啊 副議長啊 等等的 儘管當中有些人說 啊 不然我退出國民黨 但是你們還是支持了 這樣子形象的人 從這個當初中東景 在參選的時候 結果你事後是怎麼樣子 挺中東景的 然後新竹的正副議長 雲林的 還有這個這個南投的 這其實都是因為國民黨的支持 國民黨的加持 讓他們可以得以選上 所以當國民黨要唱這個 哇 又要演白臉 又要演黑臉 然後解讀的也是你 放讀的又是你 哇 我們反黑金 但是我們要票投支持黑金 這是哪門子的反黑金啊 這是國民黨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回到說 你能不能夠做到你的承諾嗎 而且剛剛大家也有講到說 以高雄為例 你黨中有辦法 處理這些地方上面的嗎 你有意願去處理嗎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國民黨在高雄有29個 然後這個退黨的一個 這個曾俊傑之外 他應該有28個 那因為他退了之後呢 陸淑美不是也很不爽嗎 陸淑美說那我也要 我不要選議長了 然後這個時候 黨中央突然發現說 事情大條了 所以要趕緊的去處理 就派出了他們的秘書長黃建廷 趕快南下去處理 結果28個的議員 幾個人出席 9個人出席 就是黨中央要去處理 就是壓到最後一刻去處理 高雄議員有在理你嗎 沒人甩 就是這個太難堪了嘛 可見你這個東西都是累積的 你過去從來沒有把人家放在眼裡 從來沒有要去溝通 你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 應該要處理的事情 對啊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子 退黨的退黨 投票的投票 你就不要讓他們在同桌計畫 2.0回來啦 被人家笑掉大牙啦 哇 反黑只是嘴上說 行為倒是很誠實 有黑的有